接受疫苗分子 接受疫苗分子 接受疫苗犯狀 打倒 推翻报告 推翻报告 打倒中国共产党 打倒共产党 打倒金平 我们站在这里 纪念35年前 为了我们民族 为了我们人民 为了人权 为了民主 为了自由 学洒天安门的先例 我这35年来忍辱负重 终于让我等到今天这个机会 我要报仇 六四呢 意味着中国人的觉醒 或者说是真正觉醒的开端 我们中国人民 没有想到专制 会延续这么久 但是中国共产党 也没有想到 六四这个日子 不会被世界所遗忘 每一年 每一年的这一天 世界各国的城市 都会 新年六四 并扁起蜡图 这就是民政 他们的新年 都会被人家 都会被人家 产生 产生 都会被人家